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刺激足迹 2012年,马来西亚冰州元首华代日 中政府册封刺激基金会创办人、正言上人 拿督私立的荣誉勋弦 这也是当年唯一受封的宗教人士 马来西亚拥有拿督私立的投行者 是象征地位崇高和尊贵 拿督指的是酋长、领袖和长老 私立则是有光芒、光明和光辉的意思 马来西亚的第四任首相马哈蒂·穆罕默德 以及第五任首相阿卜杜拉·巴达威 在任期时的冲写都是拿督私立 因为根据规定,册封拿督私立 必须要由受封者亲自出席来领受勋章 当时,槟城州长就为慈激第一次破例 由禁私经社的德犯法师来代表受勋 疑似庄严尊容 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这一段历史 2012年7月13日 上人受封马来西亚拿督私立 马来西亚冰城州政府在每年的元首华诞日 颁刺勋弦给社会有功人士 本日上人被册封为拿督私立 是唯一受封的宗教人士 消息传出当地各大媒体以此作为头条报道 因为慈激在这边所做的得到政府的肯定 那也非常非常的感恩 马来西亚靠近赤道是东南亚的核心地带 它的土地面积有33万平方公里 约台湾的9倍大 整个国家是由马来人、华人以及印度人和原住民 所组成的多元国度 而位于马来西亚北部的冰城 素有东方戏骨的美名 在1970年代 有多家国际电子公司进驻来设置工厂 他们专门生产电脑配备、电路板以及晶片等等 到了1980年代后期 有大量的台商加入布局 电子资讯产业链也逐渐成熟了 历经半世纪的发展 后来成了东协半导体的产业重镇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 1989年 随着公司调派到槟城工作的叶慈敬 他是独生一个人 面对着陌生的环境 不同语言以及生活文化上的差异 常常让他感觉到非常焦虑和惶恐 甚至是无法适应 后来在上人的鼓励之下 叶慈敬他试着安下心 而这也是慈敬第一颗种子 在马来西亚偏染落地 也就此开启了故事篇章 我跟上人说我没关系啦 上人的一句话 他说是你要去摄影环境 不是环境要来摄影你 马来西亚的维园 只有你一个人而已 可以像族座精神 在马来西亚的发生公代 他会很高兴 人还这么高兴 所以你能去帮忙那些疼苦的人 就这样子 我开始在我心里面上 不敢讲啦 但是心里面的期许 上人我绝对不会让人失望的 1993年 马来西亚有18位慈器职工 回到了台湾的花莲 来寻耕情法 在上人的词语下 成立联络处 并且委托拥有 马来西亚国籍的郭继航 来承担主则 这是慈祭全球分支据点当中 第一次由当地的志工 来担任负责人 四年之后 也正式升格为 马来西亚慈祭奔会 郭继航从上人手中 传承了一尊 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而仅尊上人的丁明教诲 张观世音菩萨闻生救苦的精神 落实在马来西亚 我就跟上人说 我不要做 我说上人 我只做你的弟子 我不要做你的负责人 上人说 负责人就要负责人 上人又说 你今年几岁 我说三十 上人就告诉我 他28岁穿半十几 我觉得上人就很巧妙 他知道我这种的傲气 他知道我就不服输 他就用这样子的开示来激励我 慈祭置业在分秒中累积 空间也不断地开阔 从槟城开始 如今遍布了全马十三周 在慈善、医疗、教育以及人文的四大志业 开散出了丰厚的人情温暖与社会关怀 更是跨越了种族宗教的使命 慈禁师公们做到的是五思 更进一步达到了五我 还有凝聚力量 也期许要为天下的大我而付出 感恩也是要感恩全球的慈祭人 特别是台湾的慈祭人 因为你们每天不断不断在建立这个慈祭 在台湾全世界感恩大家 弘扬法脉 我愿意 行菩萨道 我愿意 生生世世追随上人 我愿意 每一次上人货班殊荣 都会把得奖的荣耀归功于全球慈祭人 上人曾经说过 自己的一生都不曾离开过台湾 但如果有机会去到国外 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 可以看得出师徒倾身 悲心香气 上人赞叹马来西亚慈祭志公们的发心与用心 因为师父轻轻地说 弟子是重重地听入行 的确 马来西亚真的在慈祭的四大志业 他们都很用心 圣根在马来西亚 这实在是很受不起的重礼 这种隆重的礼物实在是没法接受 不过这都是当地慈祭人被肯定 当地慈祭人被信任 当地慈祭人已经做到了当地所需要的 总而言之 他就是做的都是他们曾经才回向来这里 这是感恩 但是受之有愧 这也都是慈祭人 脚踏在哪一块土地都是要所当地的 规律 而且要为当地而付出 这都是因为慈祭人 那能见菩萨所做出来的 如今马来西亚慈祭志工从本土走向了国际 看到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 除了缅甸之外 最近几年弘法立生回馈佛陀故乡 志工们深耕尼泊尔和印度 步步开展了慈祭志业 也看见爱的种子连绵不断 以上就是为您精选的慈祭历史今天单元